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美国股市本周震荡 在NVIDIA公布财报超出预期之后 市场反而是反应冷淡 但是在鲍威尔主席发出了偏鹰派的言论之后 股市又以上涨作收 究竟现在市场的情绪如何 此时投资人又该如何反应与操作呢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卦佛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美股市场的现况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先生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 点评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郭先生你好 郭先生本周股市是持续的震荡 科技股表现是较为强势的 那么首先要请郭先生为我们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市场的表现 本周美股主要有两大不确定性 一是英伟达的财报 二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先生 在绝克逊霍尔全球央行联会上的讲话 截止到我们节目录制之时 英伟达的财报已经爆出 第一大不确定性已明朗 面对重大事件市场的波动性加大 本周前四个交易日的表现也很细于性 在英伟达财报之前 投资人对其信心满满 科技股带领市场走高 但英伟达超强的财报 未能继续推高市场 科技板块再度承压 三大指数从上周五的低点开始拉升 但在关键的50天平均线上遇到了阻力 好的 另外这一周大家很关注的 就是NVIDIA它的财报 公布的财报相当的不错 您如何分析 以及对于科技板块接下来的表现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的 英伟达的图像处理芯片GPU 提供先进的并行处理技术 过去的仅限于游戏等应用 现在已经扩展到加密货币的挖矿 人工智能等领域 英伟达同时开发了与其 芯片相批配的软件应用平台 叫CUDA 也提高了客户未来的切换成本 英伟达在今年第一季度销售和盈利 远超市场预期之后 再接再历 第二季度的销售额高达135亿美元 超过公司之前110亿美元的预期 展望第三季度 公司预计销售可高达160亿美元 而华尔街的预计仅为126亿美元 同时由于现金流大幅增加 公司宣布增加2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以回馈股东 英伟达第三季度财报可谓完美 股价一度上涨接近10% 但最后几乎以持平作收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 大部分的好消息都已经反映在股价之中了 如果股价要进一步的大幅上涨 还需要靠未来的业绩 或者整个打盘的市盈率的扩张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上季度英伟达的业绩 有25%来自中国大陆 虽然这些主要是一些相对低端的芯片 即使是这样 拜登政府还考虑进一步的限制出口 这有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营收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今年下半年开始 科技板块的表现大不如上半年 利率不断上涨 是造成科技板块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利率一直居高不下 前景不宜太乐观 本周零售业也是集体公布了他们的财报 那么从零售企业的财报 您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美国的消费仍然维持着强劲的一个力道吗 过去两周零售业财报秘籍 Home Depot, Walmart, Target, Macy, TJ Max等零售龙头 陆续公布了财报 从盈利层面来看是喜优参半 从股价的反应来看是优多于喜 截止到本周四的过去两周 零售业交易基金XRT下跌弧度超过6% 零售商财报整体来说 消费者支出一直相对有韧性 但面对高通胀、高利率 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特别是一些大额商品的购买方面 Home Depot, Low, Macy, Target等公司的财报中 都反映出这一点 消费者优先考虑的是食品和必需品的支出 所以Walmart在食品杂货业务的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同样TJ Max, LOST这类折价高档品装卖店的业绩 就比较强劲 因为这类商品是那些既想削减开支 节省预算 又想购买高档商品的消费者的首选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是 信用卡违约率增加的速度比预期的快 这无疑给零售商带来压力 特别是那些给消费者提供信贷的零售商 这也是导致Macy财报后股价重挫的原因之一 此外,学生贷款宽限将于10月份到期 给需要还学生贷款的消费者增加了新的开支负担 也让零售商面临新的压力 尽管宏观环境的影响 零售业前景不太乐观 但仍有一些零售商通过改变营运方式 或者有效的库存管理等措施提高利润 业绩获得市场的肯定 比如服装专卖店ANF 所以喜欢零售业的投资朋友 在选择投资标的时应该做好功课 选择适应当前宏观环境 自身盈利能力强的零售业公司 好的最后还有点时间 郭先生还有什么样子的关盘重点 或掏盘建议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 随着债券利率的不断攀升 债券价格持续下降 债券资产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加 尽管著名的评级公司汇域 将美国的主权债务降级 资金能不断从股市流向的债市 据彭博社统计 债券资产的收益率 已比股市的红利收益率 高出了180个基本点 统计显示资金已经连续 21周流入债市 其中也应该包括股神巴辉特 近期买入的100亿美元的 美国政府三个月和六个月的 短期债券 所以如果您的组合中还没有债券 特别是一年以下的短债 不妨配置一些 这类债券的收益率 现在都高达5%左右 郭先生表示本周股市震荡 虽然NVIDIA公布了完美财报 但是股价几乎没有反应 主要是因为已经利多出尽了 股价是提前反映了所有的好消息 而对于科技板块 郭先生提醒投资人 只要利率不断上涨 对于科技股我们就不能够太过乐观 至于在零售股方面呢 有一些大额的商品 还有非必需品的销售 已经感受到了销售力道的放缓 他还是建议大家 现在应该要顺选零售股 现阶段他更为建议的是 投资一些短期的债券 因为目前呢 这个美债短期的年回收率为5% 他建议投资人可以稍微的配置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